最近计划将三国里的一些英雄人物生平 做一个比较系统化的盘点 即推出的张飞之死 吕布之死 今天和大家录一录一代武圣官老爷之死 关羽被后人尊为武圣 人称官公 后人对于关羽的喜欢和推崇 远远高于三国里的其他武将 虽然很多地方都在卖张飞牛肉 而且这几年张飞牛肉 赵云的名气也跟着上来了 但同关羽比起来 总少了些点韵味 论战场上的武力 关羽都不敌吕布的 但关羽仍是三国里排名前五的实力武将 温九斩化雄 朱炎良 斩文丑 过五关斩六将 水烟七军 威震华夏 人称万人敌 当时江湖上听到关羽大名 小腿都得哆嗦几下 那么 身勇无比的关羽 最终为何死于东吴之首呢 哈叔来说道说道 灵妖过于自负 使自己陷入两难关羽最终败走卖城 不仅自己丢了性命 连好不容易得到的荆州也因此丢了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就是关羽贸然出击去打曹仁镇守的凡城 关羽为什么要去打凡城呢 一是因为刘备刚在汉中之战中取得了大胜 蜀汉的版图和信心都大涨 如果能把凡城再拿下 那么蜀汉的实力绝对能再上一个台阶 二是关羽是一个不服术的人 即使是内部竞争也是如此 汉中之战 老将黄中 赵云等虎将出尽风透 此时的关羽心里多少有些按捺不住的立功欲望 所以 于公于私都得去打凡城 但是为什么说他是贸然出击呢 荆州处于魏蜀吾三国的交界处 位置十分重要 也就是说 诸葛亮对荆州的定位不是进攻 而是防守 只求荆州在自己手里就行了 论布局和战略 自然是诸葛亮更在旁 也更准确 虽然早有诸葛亮的提醒 但关羽还是去打了 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能力极度的自信 他相信可以速战速决 完事后立马返回 事实上 关羽确实很火速地差点打下了樊城 但曹操派了徐晃率领大军前来致援 一时难以攻下 双方将持住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心想夺回荆州的孙权方面开始行动了 命令吕蒙偷袭荆州 林儿因高傲看不起人 遭队友背叛孙权偷袭荆州 不仅仅是因为想要拿回荆州 还有确实想收拾关羽 为什么呢 又是因为关羽自负高傲的性格 孙权派人前来提亲 希望关羽的女儿能嫁给他的儿子 却不想吃了闭门羹 关羽辱骂孙权派来的人 拒绝了孙权的这番好意 大义是你孙权的儿子 怎么配得上我关羽的女儿 人家孙权怎么说也是一方霸主 这脸被打得啪啪响 所以他亲自率军作为后援 令吕蒙偷袭荆州 非得杀一杀关羽的威风 来打就来打吧 荆州还是有守军的 你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手 但偏偏就很快得手了 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关羽高傲自负的性格 当时守荆州重镇将临的是 刘备的小舅子弥方 还有同事是人 这两人的实力一般 能力极强的关羽 平日里就不太瞧地上演他们 关羽领兵出征在外 就由他们两人负责粮草军须 本来关系就不太好 虽然这两人也不太愿意全力配合 关羽就放出狠话 等我回去了 你们俩死定了 这话确实让这俩人害怕了 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投降了孙权 至此关羽是真得腹背受敌了 纵使你关羽能力再强 有冲天之意 也抵不过天罗地网啊 最终被东吴军索情 伸手易处 03自负高傲 是职场大忌这一连串的事件看下来 关羽犯了很多职场人的大忌 能力强是好事 自信也是必须要有的 但不能太过于自信 那就成了自负 而且即使能力再强 也不能低看了自己内部人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位置 这也给今天的我们提个性 一个成熟的职场人 应该懂得三不争原则 不与上级争锋 不与同级争宠 不与下级争弓 有些人因为自己的能力较强 行事说话总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与领导讲话一点面子都不给 与同事讨论起来也是十分强势 不屑一顾的态度 可事实上 即使你是对的 争赢了又能怎样 最终说的还是你 老板同事都对你没什么好印象 每个人的心力 都是期望得到别人认可和肯定的 不管能力大小 都是如此 这是人性 所以 一个成熟的人会认识到这一点 即使自己再厉害 也会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 不和同事争执表现自己 也不抢了下属的一些小功劳 更不会忠误悔悔之下 同领导交锋 让对方下不了台 这不是圆滑世故 也不是什么佛性 而是一种成熟 也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自信 因为我的能力摆在这 不需要太过证明自己 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自信 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自信